台中一名林姓民眾 因廖姓男子邀約投資KTV 過一陣子要求查賬 卻反遭廖姓男子嗆瞎 甚至不願歸還投資的120萬 雙方相約談判 結果反遭廖姓男子旗下幹部跟員工圍毆 警方獲報之後 立刻成立了專案小組查器 逮捕廖姓祖賢等5人 將他們移送法版 廖姓祖賢和林姓股東相約 談判不成一聲令下 繞了旗下幹部和員工 要給對方一個教訓 被害人遭團團包圍 陪同朋友頻頻出手連忙勸架 但對方人多勢眾氣眼囂張 完全沒有轉環餘地 下一秒隨即動手 林姓股東一下被鎖喉攪拽 一下又被推倒在地 連折疊椅都差點變成攻擊武器 被害一方根本無力招架 事後還被恐嚇 讓他們心生畏懼 立刻報警求救 日前認識一名 經營市庭客商業的廖姓男子 邀請他投資入谷 四十歲的林姓北海人 砸殺一百二十萬投資 六姓主賢的KTV 一開始每個月營收帳目 做得清清楚楚 投資分紅也都有入袋 沒想到才過一陣子 帳目開始亂打迷糊帳 要求查帳被嗆瞎退出股東 甚至連投資的款項都不願意歸還 雙方於是相約談判 結果沒共識起口角 演變成烙人 為歐恐嚇 警方時候主任專案小組介入 前往廖姓祖先及旗下幹部 和員工住處執行搜索 查獲囚犯木刀等政務 將囂張的這一群人 以妨害自由傷害恐嚇等罪送辦 同時也將追查是否有其他人受害 這將正台中 什麼的